口念彌陀 心散乱 寒破喉咙也枉然 这是真的 所以念 是吧 念是精心 你心里头真有 叫念 不一定在口头上 底下一个问题 过去同修发心做义工时 都是大众先持 剩下的义工才吃 现在的义工刚好相反 请问 若将供养三宝 法师 和大众的礼物 点心等 私下享受 会有什么因果 因果在戒律里头 诸位如果是多 读十三月道景 去读优婆塞接近 去读沙米绿鱼 你就知道了 那个里面讲得很清楚 不学这些东西 这叫礼貌 如果你学了弟子规 你不会这么做 为什么 这是对人的一种恭敬心 这是没有礼貌 对人没有恭敬心 还是说有自私自利 第六题在道场中 制员和义工都享有特权及优待 观众们可讲话 谈笑点 个别适用 特别丰盛的摘菜和古典 不能与善性互乏 摘主 施主 功德主 大众等共同一样的摘堂 听金石和看金石 凡有利益不平不能平均共享 请问这样做会有什么果报 果报现前他就知道了 这个不必我们说 这个都是不但在佛家里面是犯戒 在释法里是无礼 不懂礼貌 所以我讲的是 没有学过弟子规 也没有学过佛法 这个不是一桩好事情 我们也不必去提他 过人因果 过人成当 第七是道场登记为慈善团体 是受法律的规范 不是私人的私业 所定的规矩 是要为慈善非私自利 因此收入开支 志工心经 优待也应该公开透明 公问老法师 接受接受释放供养的道场 有何规范 释放道场也应该有规范 但是经济公开 是正确是正确的 我在台湾 我办了一个小小的佛陀教育基金会 开办的那一天 那个时候总干事 建峰文局司 我就要求他 我们的收入 支出 要公开 不但每个月 我们有报告 我们印一个刊物 就是我们的财务报告 任何一天 政府 财务机构 或者银行的长账 银行存款 现金支出 清清楚楚 决定每一天核对 都正确 没有一点错误 建峰师知道了 这么多年来 我对他非常佩服 台湾的一些会计师 赞叹我们 我们的财务公开 是全台湾第一家 我们的账值于日本 没有两本 所以我告诉建峰师 我们有多少钱 做多少次 不向人怀疑 钱多多做 钱少少做 为钱在家念佛 多自在呀 我们要做一个好样子 给人看 那么这台湾的时候 这几个志同道 和组织起来的时候 所以凡事起头 起头做上规矩 就很好 那么像香港这个机构的时候 不是我起头的 是香港本地的同修 邀请我来讲解 成立这个会 在当时的时候 是每一个月来讲五天 以后慢慢地才有这么一个规矩 能上轨道了 当然 给香港做一个顶好的示范 那也是一桩功德 我相信他们可能会做到 下面是请问 写牌位的意义 与印尺的心态 若到场人员写牌位时 嬉笑奴骂 如同皆是 应付喉等应苦 好像这个报应很多 我们常常听说 有这些无形的众生 会找他麻烦 那真有 底下一个问题 公勤开示 供摘的意义 应以合成心态 供养佛物大众 若到场致云义工 对信众 态度 这个轻描草率 只管自己聊天喜笑 耽误大众 用餐时间 需要背负什么应苦 这是哪一个人问的 我都不晓得 我给你回答一个总的一句话 个人应苦 个人负责 问题在那里 我们自己不要背应苦 这个重要 别人背不背应苦的时候 我们管不住 这个要知道 经营一个道场 也非常不容易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大家 没有受过基础教育 基础教育 就是弟子归 感应平是神业 所以你说这是一个道场 这是个杂乱的道场 不是纯福道场 纯福道场 应当这三个根 统统都落实 不居住这三个根 不能进入道场来 那这个道场就是纯福道场 现在我们做不到 这个要知道 你要原谅 最重要的 是要认问自己 如果你要爱护这个道场 你能做得很如法 你把这三样东西削好 你在这一样好好地做 影响大众 那你就是菩萨 如果你自己做不到 天天批评别人的时候 别人也批评你 互相攻击 斗争道场 斗争道场 如不如法呢 如法 为什么呢 释迦牟尼佛说的 他老人家过世之后 第五个无本年 斗争坚固 那如果这个道场 不斗争的时候 那释迦牟尼佛 不就说错了吗 他斗 我不斗 他不如法 我如法 过人修过人 虽然不是一个 纯业的道场 过人修过人的 过人有过人的成就 我在这个道场里 学不动心 大家做得如法不如法 我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是智慧 我没有一句话说 心地清静 这是成定 你在这个道场 能得到真正的界定